歡迎收聽星期二得道英國新聞報導 今天是10月27號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在此首先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點擊廣告、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和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我們 第一則新聞 英國首相新委城前一正式上任 多個國家都有發荷電 包括中共總理李克強都有發荷電祝賀 但俄羅斯總統普京資金都沒有發出荷電 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昨天解釋 英國現在被俄羅斯歸類為不友好國家 所以沒有發出荷電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 英國大力支援烏克蘭 亦是對烏克蘭提供最多軍事援助的目價之一 英俄關係因此陷入谷底 英國前首相徹偉斯宣布辭職後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馬上落卓偉斯 說英國從來沒有出現過這麼沒面子的手相 另一方面 俄羅斯金融報紙《工商日報》 形容新委城是英國第一個黑人政治首腦 攻擊新委城的膚色 據聞這應該與俄羅斯戰爭有關 因爲英國是烏克蘭的盟友 所以新委城才會成為俄羅斯傳媒語言暴力的對象 下一則新聞 英國首相新委城昨日與愛爾蘭總理 米歇爾馬丁舉行了電話會談 雙方認同在英國與愛爾蘭之間 建立老孤關係的重要性 表達在未來幾個月內加強這種關係的決心 關於北愛爾蘭以定書的問題 新委城說他仍然希望通過談判 來解決問題 希望各方以務實和善意的態度 應對當前的挑戰 雙方同意不愛爾蘭目前迫切需要一個 能夠正常運作的行政架構 又承諾在未來繼續就這件事進行討論 另外英國首相府昨晚發布消息 新委城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舉行了電話會談 雙方強調了英歐之間作為朋友 以及盟友關係的重要性 首相府發言人說 雙方一致認為 英國與歐盟有很多共通點 雙方將會密切合作 以應對氣候和經濟等領域的挑戰 關於北愛爾蘭以定書 新委城向歐盟重申 他致力於通過談判 解決當前存在的問題 北愛爾蘭以定書 是英國脫歐協議的一部分 根據協議 北愛爾蘭地區留在歐洲單一市場 和歐盟關稅同盟入面 防止愛爾蘭島入面 在陸地上出現硬邊界 不過 英國大不裂顛倒進入北愛地區的部分商品 就需要接受海關和邊境安全檢查 在過去幾個月以來 英國一直抱怨這份議定書僵化 干擾北愛地區貿易 加劇政治不穩定 要求修改協議 今年6月27日 英國國會下議院就通過了英國政府提出的 單方面修改北愛爾蘭議定書部分內容的議案 下一則質問 最近在不夠兩個月時間內 英國就經歷了三位首相 身為誠意都是六年以來第五位首相 有不少學者都研究 為何最近這幾年 英國會這麼頻繁去更換首相 英國支付機構政府研究所的學者拉特 在接受BBC訪問時就分析說 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 是過去六年以來 英國政治透號破壞穩定因素 我們可以將幾乎所有不穩定 歸咎於英國脫歐公投的後果 以及它對保守黨的衝擊 學者拉特認為 前首相卡梅倫本來是要長期任職的手相 如果當年沒有公投 他本來可以在手相位置做到2018年 甚至有機會之後向約翰遜交牌 他因為搞公投已翻車 這是戰術錯誤 他當年沒有全力以赴地爭取勝利 還相信自己必勝 卡梅倫做了六年首相後就辭職 他的繼任人文翠山在任3年011日 而文翠山的繼任人約翰遜就做了3年044日 文翠山明顯遇到雙重困境 2017年再難勝選舉 以及他與保守黨沒有辦法就英國脫歐的含義 達成一致共識 學者拉特又認為保守黨本來認為約翰遜可以打破英國脫歐的僵局 但約翰遜的方法之一 就是不太關注規範和規則 因為這樣所以他令人失望 令到他的部長內閣的成員沒有辦法再忍受 在絕望之下就去找新人 而這位學者拉特又認為 卓偉斯能當選首相 任期這麼短亦是脫歐公投間接造成 下一則新聞 加拿大灰北克分離主義政黨 今天在議會中動議 要求加拿大聯邦政府脫離英國軍主制 他說英國國王查理斯三世近期聖繼王位就是一個機會 他說雖然這個議案不太可能被接受 但他仍然覺得效忠外國主權不僅過時 代價也昂貴 近期英格蘭的王位轉移 對灰北克人和加拿大人來說 是一個令他們脫離不合時宜的軍主政體的機會 加拿大如果要切斷和英國軍主制的關係 就必須獲得加拿大十個省議會和國會兩院一致支持 才能實現修憲 雖然加拿大和英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 以及景仰英國的英雷王 但仍然有越來越多的加拿大人 不願意由一個外國軍主代表他們 不過幾乎沒有修憲的政治意願 而灰北克從未正式批准加拿大憲法 民調顯示灰北克居民對英國的歸屬感很低 英國在十五世紀末開始 將加拿大列為殖民地 直到1982年之前都仍然是英國的一部分 加拿大目前仍然是以英國軍主為元首的 英聯邦成員國之一 另一方面 英國傳媒今天引述消息人士報導 英皇查理斯三世 將會保留哈里王子和安德魯王子 擔任國務顧問的資格 還可能加入更多皇室成員 根據1937涉政法令規定 英國軍主的配偶 加上順位排在頭四位的 二十一歲以上繼承人 會被任命為國務顧問 他或者他們 可以在英皇不舒服 或者不在英國的時候 代表英皇處理公務 目前這五個人分別是 皇后卡米拉、威廉王子、哈里王子、安德魯王子 和比亞特麗斯公主 今年九月 英國媒體曾報導過 全民查理斯三世 有意推動修法 將哈里王子、安德魯王子 和比亞特麗斯公主 剔走 原因是這三個人 都不是在職的皇室成員 哈里和安德魯現在可以被過撕柴危機 英國廣播公司BBC 今天引述消息人士報導 哈里和安德魯將可以維持國務顧問親分 另一方面 查理斯三世 更可能擴大國務顧問數目 加入她的妹妹安妮公主 和她弟弟愛德華王子 另一方面 哈里王子撰寫的回憶錄 定在明年1月10日出版 比原本在今年秋季出版的日期 延遲了幾個月 最新消息指她的祖母英女王 伊莉莎伯二世世世後 哈里王子受到壓力 可能被迫要修改 或淡化這本回憶錄的部分內容 哈里王子和出版公司 企柯蘭登 簽署了總值幾千萬英鎊合約 最初計劃是出版三部曲回憶錄 原定在今年秋季出版首部曲 但由於英女王在9月初離世 出版日期被迫押後 出版社也要在哈里王子的要求下 修改了部分內容 出版社企柯蘭登 早前發表聲明 形容這一本 是親密而且發自內心的回憶錄 又說哈里王子 會在書中膳實地講述 引人入性的個人經歷 包括他如何在公眾目光下度過童年 如何擔任公職 在軍中服役和兩道去阿富汗前線作戰 他也會和讀者分享 他作為丈夫和父親的喜悅 出版社將這本回憶錄的內容列作高度機密 在正式出版前連皇室成員都沒有看過 有消息說哈里撰寫回憶錄三部曲的總報酬 高達3680萬英鎊 他已經收了上期報酬1840萬英鎊 即大約是港幣1億6200萬 星期日有《報》上個月報道 哈里在最後一刻決定修改和淡化這本回憶錄的內容 因為女王小小之後 如果按照初稿出版可能不是太好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來到尾聲 最後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 Patreon頻道 月輝贊助我們 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現在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可能都經發 我認為 製造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 是